韩国人的狂妄自大世人皆知 无论是选手还是主持人 都物中无人 勾演看人低 韩国主持人的发言 更是把韩国人的自大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韩国选手的嚣张态度 以及嘚瑟发言 更是令人感到愤怒至极 好 各位亲自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 这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 好 我们看 比赛还没开始 就扭着秧根挑着舞蹈 哼着小腿 嚣张出场的这个家伙 没有错 他就是号称韩国第一勇士的金士基 我们看他 感觉自己比赛还没开始 就是胜券在握的状态 好 我们来听一下金士基的自我介绍 这个金士基 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中国选手交手了 上一次和我们中国的死神方便大回场 结果观众朋友们 可想而知 险些被方便打死在擂台上 但是他最近确实表示 说上一次输给中国选手 是运气不好 这一次要重新挑战中国拳坛 谁敢来韩国挑战他 他就敢打死谁 好 还是很嚣张 这个老家伙 已经是38岁了 我们看一下比赛 比赛还没开始 金士基 先这个满怀申请先磕一个 好 嘴里在喊啥不清楚 总之肯定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中方的擂台挑战者 来自于中国的张扬 张扬张扬我们低调也不猖狂 他才年纪25岁 就已经获得了22战20胜 两副的一个生涯战绩 超过90%的一个胜率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家伙怎么看 观众朋友们都不像好人 而且他的长相啊 真不是我攻击他啊 好看两个字 跟他不沾边 好 修一下腹肌 修一下肌肉 这场比赛的主场是在韩国举办 所以说呢 他也是信心满满 而且占据主场的优势 好 观众朋友们 我看这个金士基啊 他目中无人 我有在对视的时候 他甚至不愿意睁开眼睛 瞅我们一眼 但观众朋友们 有可能也是睁了啊 太小了 没看见 因为这个金士基的眼睛啊 的确是不大 据说他曾经去过 韩国的整容医院去整容 结果呢 这个医生劝他 太小了 拉不拉 双眼皮啊 没什么必要 好 观众朋友们 比赛已经开始 让我们闲话少说 蓝色裤衩 黑色全套 来自我们中国的小将 年纪25岁的张扬 方便的大弟子 那么对手的话 就是韩国第一勇士 金士基 好 我们看 比赛开始 金士基的进攻上 打得非常的凶 他的这个意图啊 非常明显 就是像在韩国的主场 在自己的老家 打出一些面子 打出一些气势 那么即便最后比赛 如果说真的输了 也能证明自己呢 曾经勇敢 好 我们看 张扬面对对方的进攻 他也是力威不乱 在防守上做得不错 哦 漂亮 单臂按翻了对方 虽然说不加分啊 但是在气势上来 还是有好处的 好 我们看已经过去了 半回合的时间 那么张扬也是逐渐找回了状态 那么张扬也是逐渐找回了状态 从前开始了反击 哦 漂亮 后边腿 速度上来讲 张扬还是比较快的啊 只不过一开始呢 被对方的金士基 先被对方啊 压制了一会儿 但不着急 那么作为方便的打弟子 那么他的拳法 绝对是很厉害 哦 漂亮 什么情况 赛普一拳 哇哦 观众朋友们 在比赛第一回合 仅剩52秒钟的时候 张扬一套 霸道的组合拳 后手的 前一手的上钩 再加上前一手的平钩 最后还补了一拳 我们看一下这个金士基啊 哦 眼睛本来就不大 那么这一打的话 对方明显是更加的悬晕 而且观众朋友们 我现在分不清啊 对方到底是 是睁着眼睛 还是闭着眼睛的 看不清楚 好 张扬想要撑撑追击 这是个好机会 还有40秒钟的时间 张扬的拳打得非常的重 哦 还在打 现在要打开防守 没有错 先打开防守啊 再去打 低扫破坏重心 再打 漂亮 哦 这个技术 技术非常的细腻啊 别看我们的张扬才25岁 但是他非常的低调 一点也不张扬 但是在擂台上 他的拳法 的确是很张扬 好 没有错 观众朋友们 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 那可能说的点多 因为这个比赛很精彩 我们看金士基啊 已经有点摇摇一坠的 这个感觉了啊 好 的确很解析 我们看一下张扬 那么在第一回合 应该是打出了 绝对性的优势 虽然说在前一分钟啊 我们被对方的金士基 是被对方压制了一小会儿 那么在后半程的两分钟 我们可以说是把对方啊 打的是毫无招架之力 好 我们看 哇 这个拳啊 打得非常的重 那张扬的话 是一个左撇子 也就是说呢 他的你看 这个左手拳啊 打得非常的重 连续的两级连击 而且在倒地之后 又补胜一拳 那么这一拳的话 观众朋友们 那这个多少点私人愿了 好 我们看金士基还在笑 这个时候了 打成这个造型还在笑 看来这个家伙的心态的确不错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他的话 认为自己本场比赛 还是有可能赢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双方 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 观众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双方 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 精彩地局 好 张扬 一上来打得非常的凶 这个拳很重啊 再补一腿 哇 就是在对方倒地 中途的瞬间啊 张扬给到对方这个顶膝 我们看现在的金士基是 哦呦 这是什么情况 眼睛里边金沙子了 想哭 却不好意思哭 就是这个状态 好 这是本场比赛的 第二次多秒 观众朋友们 什么情况 看到金士基痛苦的表情 呃 我就想笑 哈哈 我们看他还是在几眉动物眼 啊 那么在第二回合 这是金士基收到的第二次毒秒 呃 张扬这个小伙子 果然啊 拳法和打法很张扬 好 没有错 现场的急救人员已经上来了 检查一下对方的这个狗眼睛 又没有被打下 好 高位边腿 哎 应该是这一脚啊 张扬的脚趾盖 刮到对方的眼睛上了 我们看一下 没有错 哦 原来是这一下 对方瞬间捂住了眼睛 但这个并不是犯规啊 因为我们不是故意的 好 我看检查完毕 应该是没有问题 金士基表示还能打 好 又一次 张扬的这个腿法也不错啊 哎呦 什么情况 关注朋友们 又一次 结束了 裁判直接终止了对局 我们看金士基是一个人 失魂落魄地坐到了地上 那么现在的他 仿佛是经历了破产 经历了离婚 经历了家庭重组 那总之言之 现在的他非常的失魂落魄 好 曾经在三年前 他被死神方便 重拳KO 那么如今再一次 被死神方便的大弟子 张扬乱拳打翻 好 非常的精彩 那么张扬的确是很给力 在韩国人的这个擂台 打出这个精彩的表现 的确是很少见了 而且我们看 张扬今天的话 也是兵不见血刃 我们甚至是没有受伤 那么现在的金士基 和赛前 这个赛哥赛武 销成出场的状态 那是截然相反 好 让我们恭喜张扬 那同时一份感谢皮鸿前 您的收看和支持 观众朋友们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 不散 感谢观众朋友们